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叫做 为什么你应该选择阿帕西复化器 其实这个你呢就是放在这个标题里面 就是面向各位听众 但是在我今天的那个计划里面 会分成三个不同的角度 我们说阿帕西复化器呢 其实是阿帕西治下的一个project 它本身是一个你可以认为是一种meta project 这样的一个性质 它去治理进入到阿帕西软件基金会 复化阶段的这些项目 那么你知道一个新项目 它如果要进入到阿帕西的这个生态里面来 最终毕业成为顶级项目 它是需要大部分是需要经过这样一个孵化的过程的 那么围绕着这个孵化器呢 其实就有这个孵化器本身 孵化器的这些committee委员会 还有就是这些孵化的项目 还有那个孵化项目里面的成员和捐赠组体 那我总的呢会分成这么三个角度 第一个就是说作为社群成员 作为那个一个普通的开源爱好者 但不一定说普通了 就是说你作为这个项目的参与者 你为什么应该选择一个阿帕西孵化器的项目 对吧 它选择阿帕西孵化器更多的是在选项目 那么第二个呢 是说作为一个捐赠组体 如果你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应该是企业 但是也有个人或者一些开源组织 就如果说你有一个好的开源项目 你想要把它捐赠到某个基金会 某个更中立的更强大的组织下面去运作 你为什么要选择阿帕西孵化器 它能带给你什么好处 那最后一个呢 是说项目导师的角度 就是说因为其实所谓的孵化器 这个项目在孵化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阿帕西的Incubator PMC 都可以去选择成为这些孵化项目的导师 来指导这些项目 按照阿帕西的开源之道 按照阿帕西孵化的一些要求 去发展自己 去发展社群 去做一些符合阿帕西要求的发布 然后逐步去帮助这个项目毕业 那么就是其实说项目导师的角度 它就不存在说我选不选阿帕西孵化器了 因为你本身就是阿帕西孵化器这里面的这些孵化项目的导师 那么我们会说那你作为个项目导师 一个是你怎么成为 怎么获得这样的一个资格 另外一个是说当你成为项目导师之后 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 那么分点来开始 第一个就是社群成员的角度 我这里标题写的是contributors 因为大部分社群成员 他就是这个项目的参与者 大家可能国内更多的翻译成贡献者 那我会分成两点 就作为一个普通的开源参与者来说 你为什么选择阿帕西孵化器的项目呢 其实这里分成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你为什么要选择阿帕西 对吧 阿帕西有什么好处 第二点就是说在阿帕西这项目里面 当然我其实认为说你要去参与一个开源项目的话 不管是不是阿帕西都可以 那你在阿帕西项目里面的顶级项目也值得参与 这些孵化器项目也值得参与 但是就今天我们讲的是在incubator的track里面讲的 所以会告诉你incubator它一些独特的优势 如果说它能够匹配到你的诉求的话 你可能就是能够从incubator里面得到更多的 你想要的收获 那么从阿帕西角度来讲 我会分成两点 刚才说了 一个是阿帕西角度 一个是孵化器的角度 那么从阿帕西的角度来讲 我个人认为它能够带给参与者最大的一个保障 就是说本身阿帕西是一个以开发者为本的组织 不同于像Lindex Foundation 它更多的是一个行业联盟 它注重的是这种标准的制定这种行业里面的合作 但是阿帕西本质上 我待会会讲讲它的历史 它是从一个开发者群体慢慢的发展壮大起来的 所以它的从文化上也好 从它的发展历程 从它各个项目运作的形式也好 都是围绕开发者 所谓的以开发者为本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阿帕西 这个生态毕竟也是成立 还有经营了二十几年 所以它整个的一个社群的集合 还有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些已经有的 这些不管是导师也好 其他的你的伙伴 其他的社群成员也好 都是非常成熟的 这里面怎么样去玩的 我们叫玩法 其实就是怎么样去构建开源社群 怎么样以开源协同的方式来开发开源软件 都是非常成熟的 这是我觉得Apache相对的优势 那么我们先讲一讲历史 就刚才提到说Apache是一个以开发者为本的组织 这个其实是要提到它的发端 就是说Apache的 一开始不是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它最早是Apache Group Apache Group再早 其实是某个大学 就NCSA的那个HTTP HTTPD的项目 那这个是一个Web Server 那一开始 其实是学校里面的学生老师们在维护的 当然因为其实当时没有比尔盖茨来告诉大家说 软件是商品 人家可以赚钱 对吧 当时更多时候去开发软件 这些人他都是学术派 他都秉持着这种学术交流的精神 是把自己的代码公开发布的为主 然后就是欢迎大家来用 这是一些就是朴素的开源情怀 那么HTTPD这个项目 他也是虽然在大学里面研发 但他也是对公众去发放 有很多的人围绕他去写字也补丁 用在自己的各自的场景里面去 那么等到说这个项目的核心维护者 就这个Rob Macro 他那个毕业以后 其实这里有个小八卦 就是他去到了那个网警去工作了 那个也很正常嘛 做Web Server 然后后来去那个网警工作 但是呢 就是你核心人物离开 就发到今天对一个开源项目来说 也是一个就是重创吧 因为你其实你那个生产力最高的那个人 或者说你上游 你想想看 如果Linux离开了Linux项目 或者历史上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FS项目的那个带头人离开 包括说当年Pax项目的那个 Lead Programmer离开 其实这个项目都会受到很 就是会很严重的受挫 但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一些历史的偶然吧 就是那个Apache软件基金会的一个创始人 Bren Brandoff 他现在也在那个Linux Foundation下面的 OpenSSF里面担任主席 就是在Linux基金会里面 去促进一些软件安全 跟供应链安全的一些工作吧 但这个人呢 他当时就是1995年 可能大概94年95年前后 因为那个前面讲的Rob 他毕业以后去网警工作嘛 所以他就收集到了网上这些那个 用围绕这个HTTPD项目的这些人 把他们建立了个邮件列表 把他们召集起来说 好我现在这个邮件列表上面 我们可以去共享我们的这些补丁 然后他把这个补丁 还有原始的那个HTTPD项目 整合了一下 重新写了一个版本 那这就是说结合大家的那个集体智慧嘛 就写了这个Apache的web server Apache HTTPD 然后呢建立了这么一个邮件列表 大家在这上面交换补丁 在这上面聊天 但不仅仅是聊天了 更多的是说 我遇到了什么问题 然后请那个大家分享补丁 解决各自的问题 最终这个松敞的组织呢 就是做了这个Apache这个web server 很多公司发现很多的团体 很多公司很多个人发现 这个软件特别好用 所以他们就用起来了 用起来了以后呢 就是就发现说你这个软件 蓬勃发展之后 就会有那种有人想要捐助你 对吧 有人想要去跟你做一些联合的商业活动 有人想要去举办 就是你要去举办线上线下的 这种品牌经营的事情 那么他就需要一个法律主体 所以呢 那个早期的这些人 其实最一开始这里写到 只有八个人 组建了这个Apache group 然后慢慢的呢 因为这个 因为其实真的是在后来的 像Enginex这样的一些 那个服务器出来之前 微软的AIS那东西是个币源的嘛 那么其实Apache是很长一段时间 都占据着web server 里面的领头的地位的 所以呢 就越来越多的人围绕着Apache 去开展更多的商业活动 所以他们在1999年的时候 就建立了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并且呢 就开始去 以这样的一个名字 去经营自己的 开源的非盈利组织 我们可以看到 在Apache的那个组织的目标下面 Apache软件基金会的 终止是什么 它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制造开源软件 所以我说 它是一个以开发者为本的 这样的一个 开源组织 不同于说 我可能有一个 背后有一个公司 背后有一个 就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一个组织 或者说我是个行业联盟 行业联盟 我要去这样做的 它更开始的是说 我是一群开发者 然后我做了一个好的软件 我要跟别人交互 我去做这样的一个项目 然后我去做这样的一个组织 然后其实一开始 他们只是为了去帮助Apache Web Server 去更好的跟其他的商业实体 跟其他的这些个人去沟通 但是越来越多的项目 他们就去认同 而且其实也是跟当时世纪初 很少有这种经营的这么好的 开源组织相关 想说我这个项目能不能挂名在Apache下面 越来越多的项目 就是聚拢在Apache的名字下面 像Apache Maven Apache Ant 后面我们都会讲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项目 慢慢的就把Apache的生态给撑起来了 那么我们去说 Apache它以开发者为本 最明显的两个特征 其实这两个特征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第一个 就是这里说的 Apache会有一个专门的 叫Infrastructure Team 就是基础设施团队 它会帮你去 它会去维护 Apache会有一系列的 由这个基金会 由它筹集这些款项去支付的基础设施 这些机器也好 还有这些服务也好 包括这里提到的每个项目 它需要的这个website 官网 你就会发现像那个Spark 有Spark.apache.org 每个incubating项目 像KVlogs 有KVlogs.apache.org 这些域名 包括说你下去跑的这个webserver 都是由基金会提供给你的 而你不需要 其实你如果像CNCF的话 像Delta Lake 或者说像Tikv 他们其实都需要自己去购买这个域名 自己去部署这个网页 那另外一个就是Mailing List 因为Apache一开始就是围绕Mailing List的交流 然后建立起来的 那么这Mailing List也是由基础设施团队来维护的 并且它所有的资源都是Apache所有的 所以你可以保证说 其实有些项目 它在用Mailing List的archive的时候 会用一些第三方的服务 但第三方的服务 其实不一定活得很多 应该说很多都Apache见证了他们的生命周期 最终凋亡以后 你会发现就第三方的这种email服务 它的上面的那些材料可能链接就坏掉了 你再也看不到你以前的邮件交往了 那Apache本质上它会有一个自己的mail server 所以说所有的这些过往的邮件交流的历史 你都能看到 我们之前就是中国开源圈子里面 有一些人他在研究Apache Lessons的历史的时候 他可以很轻松的找到像03年04年 Apache Lessons 2.0 在制定跟发布的过程当中 很多相关方他们是怎么讨论的 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历史故事 对吧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记录下来的 那Apache就做的越来越怎么说呢 自动化跟与时俱进 所以其实你在运营一个顶级项目 或者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些孵化项目的时候 它已经是一个可以Self Service的 只要你是Apache Member 然后你同时是这个项目的Project 叫PMC Project Management Committee 项目管理委员会的人 同时你是Apache Member 那么你就可以自己去申请这些像Web Site 像Mailing List这样的一些资源 都是越来越自动化 当然早期像最右边这张图 你可以看到Infra的Jira Project上面 有2万多个Ticket 其实在这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工作 后来才签一道Jira上面 你可以看到说其实这整个Infra Team 它在支撑Apache这些软件去开发 包括说这其他的基础设施了 像刚才提到的网站跟Mailing List是一部分 还有就是Version Control 虽然很多Apache的项目 它现在都挂在GitHub上面去开发 但是实际上Apache的Source of Truth 是GitBox是一个自己跑在自己机器上的GitServer 这也能够保证说如果有一天GitHub对谁去封锁也好 或者说GitHub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像现在被收购 那万一倒闭了 那么这些软件 这些Commit History都还是能够存在的 然后其实在GitHub上面的这些Essue跟Pool Request 他们都会因为本事上你是一个消息对吧 你是一个WebHook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他们都会被转发到Mailing List上面 就是保证说我们会按照Apache的一个原则 就所有事情都发生在Mailing List上面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就所有的这些你的沟通也好 你的代码也好 不会因为Apache自己这个组织以外的 其他组织的其他公司的消亡 然后被丢掉 所以等于Fresh Justice 主要是干的就是这么一个事 那后来也不后来吧 就是一直过程当中 他们去建立最早是SVN 对吧 SVN也是个Apache的项目 Apache Subversion 这个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 Git是那个Linux写的 但是那个Subversion是一个Apache的项目 那么就是围绕着这些Version Control也好 围绕着这些Build Service Apache它能够免费的为所有的这些 因为它是公益组织 它那个向公众筹款 向一些接受企业捐助之后 这些钱花到哪里去了呢 不同于可能其他行业联盟 它还花在宣传上面 花在那个各种办各种会议 但是Apache也办会议 但是Apache它的那个特点 我们说它以开发者为本 就为它投了很多的钱 在跑这些机器去支撑Apache的这些项目去运作 那包括说Jenkins 包括那个Tavis的一些Subscription 包括说其实Apache现在在GitHub上面 是一个Enterprise的Subscription 你会发现说很多Apache项目 它用GitHub Actions去跑它的那个CI 而不会卡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项目的话 其实因为GitHub自己是限制了你的并发数 而且限制你的资源的量 很快你会发现你的那个CI跑不下来了 但是Apache花了很多钱 为开发者谋福利 为这些项目去做一些技术上的支持 这些基础设施的支持 中间这个呢 就是说Apache在Git 回到的Git做了一个配置文件 你可以去配置GitHub上面的各种各样的属性 但这个事情呢 就如果说这个你本身就是这个Git Organization的一个Owner 对吧 或者说Maintainer 你也可以做到 我想说的就是说Infrastructure 它在这方面做了很多自动化的工作 而且所有的Apache项目 其实都挂在ApacheOrg下面 去共享那个EnterpriseSubscription 所以它需要这些精细的这种权限管理 也就整个的Apache 它其实不是那种说 我只是一个商业联盟 然后找了很多个 像某些开源基金会 找了一些项目过来 说我有这些项目 那其实平时也不怎么管他们死活 更多的是说我做一个媒体 或者作为一个商业的宣传 来去经营我的开源基金会 Apache它就是更多的是 关注在这项目的健康发展上面 这是一个Infrastructure的一个部分 然后其实最右边这个Ticket 你可以发现这些Infra 大概也只有几个人 十几个人的样子 这个Team 他们回复的非常快 基本上像我这样提出一个什么问题 在一小时之内他们就能够回复 当然Apache是一个Volunteer的环境 大家其实并不是说 我向某个公司向Apache提供单 你必须要回我 但是正是这样一种松散的环境 它反而能够激发 就是说你参与者这种自发的 或者责任感或者归属感 我愿意去解答这些问题 我愿意去把我的工作 向更多的人介绍 把我的知识分享给更多的人 这个是Apache说我们说 它能够强烈的体会到 这种开发者文化 或者工程师文化 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Legal的支持 刚才提到 其实Apache对于整个开源运动 最大的一个贡献 但很多了 我不能去排名 就是主要的贡献吧 一个当然是说 它做了那个Web Service Web Server 包括说后来做了这么多的 帮助了这么多的开源项目 去发展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法务上面 它写了那个Apache Lessons 2.0 这个是一个很完善的 我们都知道 它是个宽松的协议 但是呢 也那个保证 说你那个这些项目 Apache项目 只要它挂上了Apache的Branding 那么你去使用它 它就一定是 你能够用Apache Lessons 去用的 不会因为说 那个项目本身 去用了像GPR 或者用了一些那个专有软件 而导致你有一些额外的要求 这个是整个Apache Legal 这个也是一个免费的服务 就是其实一直以来 有很多这种律师团体 它愿意去 因为那个Apache 表现出来这种成熟度 还有说Apache 其实这种开源里面 吸引了很多这种律师 来无偿的去提供 Legal方面的帮助 那当然像右边 我们可以看到 Legal也是有一个Jira Ticket Legal的那个Ease 就相对少一点 但是也有几百个 那算上以前的话 应该也有上千个 那整个的一个Apache 它在发布过程当中 会有一套很严格的Release Policy 来保证说 你只要冠名了Apache 这个商标 然后你发布的这些Release 都是可以用Apache Lessons 来使用的 那么就是另外一个 说到成熟 前面两个讲的更多的是说 你以开发者为本 他关注到这个项目 开发的这个流程 而不仅仅是说 我去做一些市场营销 而是我关注到 开发者的体验 关注到项目的 就是做一个软件 开发的生命周期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成熟 因为刚才提到一开始 Apache其实只是 作为它Web Server 就你可以看到 1995年到99年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建立这段时间 其实只有一个项目 对吧 就是Apache HTTPD Web Server 那么但后来 大家都去看到 有这么一个成熟的项目 走出来 成熟的开源组织 走出来之后 去挂靠也好 后来就是越做越成熟 包括你看到下面 03年开始去运行 我们这个Incubator项目 有没有这么一套 规范的孵化的机制 那么更多的人 去参与到 Apache的生态里面来 现在是有接近200个顶级项目 那Incubator项目呢 因为有一些进来以后呢 又不管说毕业了 还是说退退出了 这我们后面会看到一些具体的例子 如果说你经营的不好 或者说你那个项目生命力凋零了 顶级项目也是会退休的 那么孵化项目也会退休 那更多的是有一些毕业了 所以你看到那个孵化项目 这个它并不是一条直线增长 因为很多项目 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毕业了 那么大概有那么40到60个孵化项目之间 那有些年份没有新的复发项目 但是大体上你可以看到 复发项目是持续的 都在往Apache的这个生态里面进来的 那么第二个点呢 一个就是说为什么选择Apache 因为第一个呢 是说Apache它以开发者为准 以开发者为本 并且它有非常成熟的 这个这么一个发展的经历 而且你看到它的infrastructure legal的支持 还有那个各种项目之间互相 就是这个成熟的项目 其实你会发现 这些那个社群成员 它同时是多个项目的committer 这种情况很常见 相互扶持 除了这种成熟的背景以外 然后它就这是说 为什么我们选Apache 对吧 那另外一个 这为什么是incubator 因为其实说 你在一个孵化的项目呢 这就是说第二点想说的 它有海量尚未完成的工作 更加容易去做出成果收获生育 那当然其实成熟的项目呢 有比方说那个 如果你是做 怎么说呢 你是做大数据 你是做流计算 有很深的造诣的 那么你去参与flink 对吧 你去 人家做消息系统 做了很多的工作 你去参与pasha 你做了那个编程语言 对吧 对脚本语言什么的 有一些经验 你去参与那个Apache Groovy Groovy 其实后来也捐赠给了Apache 这样你去做一些成熟项目 你会有一些相应的收获 但对于可能就是今天 或者说这个talk 更多的讲到的这些 刚刚参与到开源的人 你在寻找一个开源项目的时候 因为我相信那些成熟的 那个开源玩家 你能够自己的去找到 一个合适的那个开源项目 但如果说你处于一个迷茫状态 那么这些incubator的项目呢 像KVLox 像Hoodie 早年的Hoodie 像那个甚至说一开始的Spark 其实他都有海量 未完成的工作 是非常容易说 我们去做出一些成果 因为他的那个问题都是已知的 成熟项目更多的时候 因为他有很多的用户 而且他有各种各样的复杂的逻辑相关联 那么你要去在这里面 做出一些significant的成果 是更难的 那么可以看到 就是KVLox 左边这个是KVLox KVLox是今年4月份 刚进到incubator的一个项目 但他之前在美图 应该是1819年左右研发的 然后独立作为一个开源软件 运营了一两年 今年选择了进入到Apache复发器里面 那么你可以发现4月底 他那个加入以后 其实在5月份 ProgrammedTwice 就我们社群的一个成员 他就那个积极的去做一些contribution 因为我当时 其实当时是我去把它带到这个社群里面来的 因为我看到说KVLox这个项目 它的构建系统 当时Cmake和Magfile一起 我觉得这种构建有点clumsy 而且其实那个Cmake 整体来说跟其他项目整合的更好 那我当时知道说那个Twice 他在C++也好 在那个Cmake也好 都有很深的造诣 所以我就请他过来说 我能不能去一起把KVLox的项目做得更好一点 KVLox本身是个只有2万行的一个C++项目 所以就是他进来以后 就把那个构建系统给那个优化好了 那我发现了很多 你其实就是把按照那effectiveC++ 因为里面很多C style的C++在 你把它过一遍 很多性能上面的小优化就能够做好 然后包括说测试 包括模块化 对吧 就是一个新兴的项目 虽然说incubator项目不代表是新项目 他只是说刚刚加入复化器 但是很多时候像我看到的 包括像Chute Graph 像Deaf Lake这样的一些项目 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早期的一个项目 它很多事情可做 那右边这个是Hoodie Hoodie这是一个19年的邮件 就当时那个Hoodie的PMC 现在是PMC 威努阳还有李绍峰 他们是在Hoodie当时也是非常早 刚刚进入incubator不久 有一些名气 数据无三剑客的那个年代 他快速参与到 捕捉到这样一个孵化项目的机会 参与到这项目里面去 就是大概有这么一个三四个月的投入 也就成为了committer 然后PPMC 然后现在Hoodie毕业以后 再成为这个项目的PMC 那因为我之前有篇文章也讲过 Hoodie一开始其实只是一个说 你写一个spark应用程序 然后把数据从hdfs里面读出来 去应用你的update 然后又写回去 那这样的话 你包括说各种索引 对吧 各种性能优化也好 去跟flink的整合 对吧 去做其他的语义 去做transaction 去做多写者 是有很多事情可做的 对吧 那么而且这样的一个项目 因为他一开始可能只有几个人 甚至十几个人 像kvlogs一开始 其实只有三个活跃开发者 现在可能有五个六个 对吧 最近还有一个人 他直接把那个Lua的依赖换成了LuaJIT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替换 这其实涉及到很复杂的那个调研 还有那个测试 就这样的一些工作 其实你在早期的时候 人更少的时候 就是社群的关注力 其实更容易关注到你身上来 只要你在这方面 有一定的那个造诣 对吧 在你去选择项目的时候 你选择成熟项目 它有它的好处 对吧 如果你能够在成熟项目里面 做出一些成就 那么成熟项目本身的那个声誉的 那个价值 显然还是要更大的 我们必须客观承认 但是就我们去对比说 有没有很多代办的工作 对吧 大家都分都分不过来 就是雪中送碳的这种类型 就那个成熟项目 更多的是井上添花 对吧 这个当然也可以 但是雪中送碳这个类型 你可能能够去获得 更大的这种声望上面的回报 对吧 你是个项目的早期成员 你做了很多significant的工作 其实重要的工作 你像Flink去做那个streaming API 它并不代表它是难的 更多的是说你去发现有个项目 它缺这个东西 然后你可以去实验 我相信很多在大厂工作的同学 你们也会发现很多工作 等你到了以后 其实早就已经做完了 你没得做 你学了很多东西 对吧 你读了很多论文 有很多的实验性的想法 没地方实验 其实我觉得这种incubator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 不管说是KBlocks还是Hoodie 其实我也为这两个项目 介绍了很多参与者 像那个Twice 像那个其他的一些同学 像那个Hoodie里面的Forward 这样的一些同学 其实他们都是那个在关注 就发现了说incubator 能够实践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吧 我在课堂上面学到很多想法 我在公司里面想做 但是呢 因为那个公司职能的原因 或者说那个项目 已经很成熟的原因 没得做 那么你到开源项目里面去做 incubator很多时候 有更高的宽容性 那最后一个呢 就还是回到Apache 跟incubator综合的 这么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是Apache incubator的PMC Chair 也就是说这个项目的一个leader 那个 我名字有点忘了 麦克林 这么一位 他写的一个邮件 就是说 他就我刚才提到说 你更容易做出贡献 那么他给incubator项目的 一个建议 就是说你不应该去 他告诉这些PMC 说你不应该去设置一个太高的bar 就我们在Apache的这个文化下面 其实我们是更倾向于说 如果有社群成员进来 然后呢 去做出来一些贡献 那再做出来一些短时间的贡献 那么你就应该去 给到他一个committer的credit 来鼓励他说做更多的contribution 当然committer的一个标准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 但总的来说呢 Apache是鼓励 更多的人参与 就是说如果你要去选择一个开源项目的话 你选择Apache 他更成熟 以开发者为本 一个incubator的项目呢 他会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并且整个incubator的那个 他的PMC Chair的理念 就是说所有incubator项目 但其实他说的是所有的Apache项目 都应该那个用更 就是怎么说呢 更宽容的去接纳更多的参与者 来成为committer 那其实像twice也好 像我那个昨天刚看到的 那个Parsha的一个committer 贺占检 那么他们在成为那个committer以后呢 其实会迸发出更多的这种责任心 去写出 就是更 投入更多的时间 去参与到这个incubator的项目 如果说你希望 去参与一个开源软件 希望去得到这种正反馈的循环 那么我认为 incubator的项目是非常适合你 那么剩下的两个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我们Apache更多的 还是面向广泛的开发者 我大量的时间就花在讲 contributor的角度了 那对于founders来说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 开源项目为什么要选择 那如果说公司 或者说某个团队 你有个开源项目 你为什么要加入到 Apache的生态里面来 这个是KVLox提到的一些原因 其实跟我们刚才提到的 大同小异 对吧 因为它其实都是那些原因 就Apache它更加的成熟 并且呢 当然也有一些 那个项目扎堆的一个原因 像如果你是个营员生的项目 你可能更多的会去选择CNCF 对吧 这也很正常 它是Kubernetes 它是Envoy 它是ETCD 它是GRPC 对吧 那么就是你是大数据项目 或者你是Java生态的项目 你就更有可能选择 Apache软件基金会 因为那个大家都在 同一个生态下面 并且我必须要说的就是 如果我就我是Apache member 我是Apache 如果我看到一个项目 它也是Apache的项目 那因为大家都是大数据生态 那么我其实可以给很多项目贡献 但如果你是个公司项目 我可能不一定会参与 但如果看到你是个Apache的项目 那么我是相信你的 或者我们会有天然的一种亲近的感觉 会更多的去参与到你这个项目里面去 那另外呢 就是说其实Incubator在干的事情是什么呢 它并不是帮你写代码 它也不是去检验你这个软件写的好不好 它不是干这个事的 它更多的是这里第二点 说在开源基金会的指导下 去做一个更好的协作跟运营 整个Apache Incubator的那个价值 或者说它想做的事情 就是Building an open source community 它是帮你构建社群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Apache里面 经常讲说community over code 因为这并不是说code不重要 而是说你得有一个强壮成熟的社群 你才能够保证说你这个软件一直有人维护 一直会向前迭代 而不是像我们后面看到一些退休的项目 其实也就是说你的community 带了那么你的code可能也不错 但是它没有这种活力 那个用户问题也没办法响应 那么你这个项目自然而然就挂了 对这个就是说你为什么去加入 Apache软件基金会 我觉得一个还是说成熟 另外一个是说它能够去帮助你构建 这样的一个项目 我展开说一点 就刚才提到的说你生态 对吧 左边这张其实是Apache的一个T-shirt 上面的一张路线图 你像最早的HTPD也好 然后其实Apache在那个云上面 也有很多的项目 像最早的那个一个Java的 Cloud上面项目叫JCloud 它也是个Apache项目 那包括说像Mensos 对吧 虽然它在龙气战争当中 我们可以为它失败了 但它也是个Apache的项目 像Spark也好 其他的一些项目都在往云上面去走 那整个大数据生态 对吧 Hadoop Spark Flink HBase Hive都是Apache的一个项目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整个Java生态的东西 像Maven Ant Groovy这样的一些项目 其实也都是Apache的项目 就这么一个生态 它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右边这个是我在KVlogs运行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去看到说 如果你遇到了一些典型的问题的构建的问题也好 去跟其他项目打交道也好 你都可以去问 你都可以在这个Apache生态里面去聘其他人 去问他说 那你们的经验是什么 我们跟你们对接 那个就是大家是一个很和谐的交流的环境 你加入Apache生态 其实你就跟他这1000多个 我不确定 大概我猜应该是有1000多个Committer 这个生态里面的这些Committer 有更好的联系沟通和交流 如果你是一个Random Project 你去Add别人 别人不理你是一个比较大概率的事件 第二个就是说对于企业来说 对吧 可能更多的说企业去捐赠一个开源项目 Apache 因为你可以看到Apache Lessons 它对专业 它的专利写的是非常完整完善的 就在MIT还有BSD这种Permissive Lessons之上 它更多的去强调说 如果你在这个软件里面用到一个专利 那么这个专利也是授权给所有的Client可以去用的 就避免一些专利官司 那么你要去参与的Apache 作为个人你要签个ICLA 对吧 去保证说你这些Contribution 不会因为以后你的雇主给你打什么官司 或者你是窃取别人的来出什么问题 那对于企业来说 你可以签个CCLA 就是说我保证说我的雇员 他们去参与这个Apache项目的开发 那是没有问题的 国内这一点法治意识 这些法律的条文比较少 所以可能没有切身的体会 但其实在海外有很多的员工 就是公司其实只允许你去参与某一些开源项目 如果你参与到其他的一些的话 会面临一些诉讼的风险 但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整个捐赠的流程 其实它也是更完善的 会签一个叫Software Grant的一个Agreement 也就是说你对于整个的法务的运作 就企业可能更关心说 我把这个项目捐赠以后 我这些问题 其实Apache都能够帮你比较完善的去解决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再快速过一下 就是说如果说你加入到Apache的生态里面来 那么左边是说一个文化方面 你可以follow the Apache way 去构建你的社群 右边是说Apache它本质上有一个成熟度模型 可以去衡量说你这个社群的成熟的程度 对吧 它在这里面有代码 但代码它不是你代码写的好不好 更多的是说你代码是不是公开的 每一行是不是可以追溯到它的历史 质量也不是说你质量好不好 而是说你对质量的态度 对吧 就是你作为一个社群 但质量也很重要 因为Apache log4j2之后 不管说是它的committee还是blendoff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Apache的创始人 都去强调了这些开源软件质量的一个价值 那就说整个的Apache 它有个项目成熟度的模型 从这七个方面去帮助你衡量 你是不是一个好的符合Apache 它的一个指标的这么一个开源项目 你像其他的一些基金会 或者说开源软件基金会的话 它可能不会管你的 反正你进来了 我挂个名 然后就算是我的项目了 你自己怎么搞 你就自己弄去 但是Apache它会有这么一套理念 文化理念 这么一套定性的 或甚至说就用某些细则是定量的 一套衡量模型 它会要求说你有一个champion 你有一系列的mentor 来带着你从incubator里面去成功 那么讲几个例子 就是Hoodie其实就是Uber捐赠出来的一个例子 你可以看到现在Hoodie是作为整个数据壶里面非常成功的一个项目 其实像Uber也好 像Netflix也好 像Yahoo也好 他们自随把项目捐赠给Apache 也说相信Apache运营一个开源软件的实力 对吧 那么你也可以看到 如果这项目它独立的去运作它的声量 像Delta Lake 那整体来说比起Hoodie还是要弱上许多 那另外一个是最近毕业的一个项目 这也是我当时19年在腾讯的时候 就是参与了它那个孵化过程的这么一个项目叫应龙 最早叫TubeMQ 它就是就可以看到说 那个腾讯它也是认同Apache这样的一个理念 在Apache这样的生态下面 跟更多的大数据的那个项目去整合 那今天就Apache控上面 应该会有另外一个应龙专门的一个topic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其他的一些incubating的项目 就是这些一个分界线 KVLOX就是美图 它其实也已经不是美图那个团队了 那个团队的那个成员 就后来会有各自的事业发展 但是它通过把这个软件捐赠给Apache 它就保留了自己做一个founder的一个声誉 大家都知道说KVLOX是一个 来created的那个因美图的这么一个项目 并且它现在有百度在用 对吧 它那个有协程也在用 有国外的好几家公司都在用 它能够获得那个长久的生命 对吧 你相比之下 其实国内有两家公司 我印象当中 一家是美图 一家是点评 他们都有很强的技术实力 点评像当年的Lion Cat 这样的一些监控跟配置中心 但是因为没有说 当然我不是说你进入Apache一定会成功 但是他们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些运营的思考 所以这项目后来就是这样的打算 这项目后来都挂了 但像KVLOX 它依然能够说对外 能保持自己的生命 能够不断的迭代 能够从之前 因为可能在美图里面 就是三五个人的一个研发团队 后来就是慢慢的变少 可能在孵化的时候是三个人 但现在也长到五六个人 就持续的有这样一个声明力 这样的话 你可以看到说就是Apache incubator 他有导师那个孵化的导师帮助的情况下 让他本身的一个branding 带来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那下面三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里外也是由应该是由腾讯 或者是由onderworks 我有点忘了 反正后来他维护者主要在腾讯 提交的一个就是Spark的一个前端 这么一个项目 但后来就是因为说 他没有去发展出更多的diversity 也就是他的创始创始人们也有更有其他的兴趣了 就是因为这也很正常 作为个人来说 你像Parsha的那个早期的开发者 早就很多很多已经不在那个Parsha的项目上面了 哪怕上flink flink其实像那个早期的那些PMC 也好多好多都已经不在做flink了 但这个项目还是会有很强的生命力 但incubator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们都就是如果你去提个proposal的话 你都要回答说你这个单点问题 就你这个项目会不会说 我只有几个开发者 我这开发者是不是都是同一公司相同背景的 万一我们走了 就是一起走了 那么这个项目可能就会挂了 Levi和WEEX就是这么一个项目 就这么一个例子 Levi这些开发者后来都在腾讯 他们去干别的事了 而且那个社群的diversity也没怎么发展起来 所以就挂了 那么那个但他现在还没有退休 只不过最近在有点列表上面 大家都在说可能是要退休了 因为他已经两年没有任何activities了 就没有任何来自于maintainer committed activities 然后那个下面这个大家可能更熟悉一点 在阿里的也是想要放到apache去孵化 但后来这个项目也不管了 然后就挂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退休的项目 像那个底下这个unbari 它是一个Hadoop 整个这个大数据套件的部署和运维的一个工具 那么在ownerworks被cloudora收购以后 慢慢的它的维护就更示弱了 所以就退休了 它是个顶级项目退休的 但是最近因为有不少人 有一家公司想要拿那个unbari出来 做做它的那个作为它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然后也有一些用户 有一些那个比较硬核的用户 想要重新把它维护起来 所以unbari呢 其实在走了一个 apache board的一个投票以后 它就复活了 那重新运营起来了 所以说apache的项目呢 它也不是说就生命周期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单方向的 它其实有可能说你发展的好 对吧 你就越来越好 那如果说你的 diversity不够 社区的活力不够 你可能就死了 对吧 retire了 那retire以后 如果大家觉得你还有价值 你就还能够复活起来 对吧 所以说进不进入apache 就是你要去做好一个 对于所有这些开心软件的founders 我其实想讲的 就是说apache 它当然有刚才提到的这种种优势 但更多的呢 还是说你这个项目本身 能不能为用户带来持续的价值 你个人对吧 你们这个研发团队 可能会说一开始是同构的 后来越来越多样化 那么你们是不是对这个项目还有热情 如果说开发者跟用户还有热情 那么这个项目就能够再活下去 这是一些那个说法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作为项目的导师 其实我作为那个apache incubator 复化器导师也是今年的事 因为我今年三月份才刚刚当选成那个apache member 那么但是我在做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能够感受到一种很强的正反馈激励 其实我关注那个kvlox 也是在去年吧 差不多 然后没想到今年他们就是想要往那个apache 然后要那个进入apache复化器复化 那我就有幸说去加入到他的一个导师的队伍 那我在跟这些成员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们去发展这个项目过程当中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体验 就为什么你要去做apache的项目导师呢 复化器导师呢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说你去深度的去参与项目 国内呢有很多这种 就是所谓我们所谓的开源人也好 开源活动家也好 对吧 开源部导师 那么你不是说嘴上说而已 或者去讲很多文化上面的东西 那你实际上你要做的呢 是说我们去深度参与到很多开源项目 去帮助这些项目能够发展起来 对吧 刚才讲到incubator的价值 就是帮助这些项目去构建好这些开源社群 对吧 你左手一个apache位 右手一个成熟度模型 你去帮助他以apache的那个开源理念 去发展起来 能够做出更多的开源项目 那对中国来说 对亚洲来说 那么你更多中国的项目 更多亚洲项目 去让那个开源运动在这边发展的更好 这个呢 是你作为项目导师 去影响到这个项目 它的发展方向 跟它价值取向的一个 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为你是他的mentor 实际上他的成员会更多的 更倾向于采纳你的意见 对吧 不定采纳吧 反正他至少会重视你的意见 这是就如果说我们叫 以前叫学而优则是嘛 那么你参与了很多的开源项目 你有很多开源的经验 你是不是可以作为项目的导师 然后去帮助更多项目成功呢 对吧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那个我们所有的成功 所有的这种开源运作 它是Apache之道的运作 对吧 左边这个是Apache的Apache位 右边是Apache的项目成熟度模型 不是其他组织的成熟度模型 你去宣传这种Apache的理念 你去帮助这个Apache 有更大的影响力 这对于所有的项目群来说呢 都能够享受到那个共同的优势 因为大家都挂着 因为所有项目都不是 不只叫Spark 不只叫Flink 他们的全名 他们的那个logo 他们的Name 对吧 ApacheSpark ApacheFlink 所以是所谓的预融巨融的这么一个环境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积累行业影响力 对吧 你mentor了很多项目 其实这里有些著名的mentor 还有很多很多我有印象的 但这里因为一页列不下来 一个是吴胜 对吧 他其实这里写的PMC 好几个是从Incubator毕业的 一个是Dolphin Scheduler Echart 还有Shining Survey 这些很多都是包括API6 就除了说Skywalking他自己 就无声自己 其实也是走ApacheIncubating的项目 他是我有点我有些忘了 另外一个监控项目 觉得说Skywalking做的监控项目也很有趣 所以就是去做他的Champion 然后带着Skywalking从Incubator里面出来毕业 然后无声自己又去带了像API6 Dolphin Scheduler这样一些项目 然后带着他们去发展 带着他们在Incubator里面成熟 并毕业 然后嘉宁老师对吧 他现在还挂着好几个PODLIN 就是Incubator的项目 像Deaf Lake Huge Graph QB神宇 好多神宇应该是最近刚刚毕业的一个项目 就是你去做这样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外国人 他是打卡型Mentor 也有这样的一些人 就是很多这种 如果你要复派一个项目的话 他有空 他就会说那我来做你的Mentor 他可能参与的深度就会浅一点 但是他也能够在一些基金会的合规上面 去发表自己的一些意见 就这样的一些人 那你会发现其实都是 你去积累一个行业影响力的一个过程 就如果说你成为了 那个Apache的Incubator的PMC 那么你去带领这些项目成功 其实别人的成功 就你自己成功是一回事情 那更多的时候 其实是说你能够帮助别的项目成功 你能够去带领别人成功 也好指导 也不说带领 指导别人成功 去跟别人合作 去共同做出更好的软件 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你个人的声誉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么如何去成为一个Apache Incubator PMC 这也是我之前问过 吴胜老师的一个问题 那有两个有两条路 一条是说你去订阅Incubator的一个 Mailing List 那就是General Mailing List 你去先去看 看一下别人 他们都在遇到什么问题 然后Apache的 Apache开源知道 Apache的Incubator怎么运作的 那以后别人有问题 你可以去参与解答 你可以去帮助其他项目 那么久而久之 当然你可能要ask for it 因为就是你要去问一下别人 那我是不是够格 去做一个Incubator的PMC 我想去帮助更多的项目 如果大家觉得你可以了 对吧 那他们就会把你去Vote 成一个Incubator PMC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你去成为Apache的Member 那Apache Member 更多的是说你 那个认同Apache的开源之道 并且你为宣传Apache 站在基金会角度 思考跟做的工作比较多 那么大家提名你 并且投票选成一年一度了 把你选为一个Apache Member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自己说 那我既然我是Apache Member了 我已经深爱 Apache知道 我想要去做一个Incubator PMC 帮助更多项目成功 那这个呢是一个没有门槛的 你是Apache Member 你也可以无门槛的 去成为那个Incubator PMC 那最后这一页呢 就是说三方吧 不管其实对参与者来说 会稍微弱一点 就项目的那个founders 还有mentor 就是我建议也好 或者告诉大家也好 这么一个资源 就其实Incubator的那个网站 Incubator都Apache.org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文档 Apache有非常多的历史 历史记录的文档也好 做各种事情怎么办 刚才前面提到Infra也有文档 Legal有Legal的文档 会告诉你Incubator 也有Incubator文档 有个Cookbook 来告诉你说 你怎么样去发起一个Incubator项目 然后呢 怎么样去做一个release 怎么样去构建你的社群 怎么样去做各种各样的 基于共识的决议 然后呢 最终让你这个Apache Incubating的这个项目成功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资源分享吧 谢谢大家 今天就讲这么多 就是说从最后做个简单的总结 从不管你是社群参与者也好 你是有至于捐赠 开源项目的Founders也好 你是一个项目导师也好 大家都应该 或者我认为大家都可以 去通过参与Apache Incubator 参与这些孵化器项目 来找到自己在开源 这个生态里面的一个价值跟位置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Ecosystem 最后就给自己打个广告 这是我的个人公众号一天之书 其实刚才还有很多很多的话题 包括说那个Committer的标准 包括说你怎么样去构建一个好的社群 包括这里面刚才提到的 这一个两个的那个社群的案例 其实他们里面很多 可以掰开来讲的内容 这些内容呢 我都会在自己的个人公众号一天之书上面 去做一个分享 也欢迎大家来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